然后就先介绍一下我记忆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个频道的 曾经在bilibili上刷过 然后因为其实不怎么刷bilibili 所以就看到YouTube上 所以我现在是在美东的一个套室 一个本科 我现在是大一 然后专业是音乐器 然后即便是 你才大一 那你就是才开学 你才你才 也就是一年前你是高中生 但是反正你之前是高中生 就是说你现在大一 对 我在国内读的高中 还是在美国读的高中 我在国内读的高中 那你升到美国这边 应该挺不容易的 有点吧 是吧 还有运气 然后我在上个学期的时候 申请了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分架项目 就讲究定义的 然后是跟那些教育一起做research 然后当时呢 那个甲学经理上我申请到的 很晚的专业 不仅很符合 所以我选择另外一个 不过甲学经理的教育 嗯 然后现在就是跟这类加上去做research 主要呢大概是一些 NLP的处理 然后加上一些 engineering education的东西 嗯 就比较偏文学科 这种东西 然后教授呢 怎么说能挺好的 但是 嗯 指导的不是那么明确吧 他刚开始是给我们 差不多12个日左右 对了三个大类的 方向 然后我自己去选 选完之后 你自己再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洗碗 所以这种导致一个很奇怪的结果就是 我们看到了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想法 其实大概是一个人一组 或一到两个人一组 就比较混乱 然后再加上 因为每个组差的还有点多 所以就想法 交流的也比较少 然后我们现在开组会 一周一次一次可能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接着你们12个人坐一个不是啊 啊 不是 就是他给了三个方向 超过是三个方向 然后我们在每个人都继续洗碗 实际上 他只给大力就没有这个系列的东西 就我们现在方向大概是 就像你去AEI 我一参加一个social media 就是这个social media 你可以自己去洗 比如说Reddit啊 Twitter 或者是YouTube 大概是基本上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呢 教授就 怎么说 会怎么新点 然后加上这些红台平台 要获取数据 肯定要APIP 就是让我们自己去申请 嗯 因为APIP 甚至差不多八周 然后我们差不多 第四第五周才开始 然后发展过学习基本的期望 就学习的一场一段 就研究B吧 就是说 进了这个方向 需要改更加 哦 我感觉你想 想找我 你的声音有点杂音 我听不太听 你要找我咨询是啥呢 我就想说 在这种方向给的 比较清晰的情况下 我该如何做好这个research 或者是你后边旅客做好这个research 如果接着 会那方向走的话 啥意思你再说呗 没听懂 就是你说 就是我以后也想做律师的时候 我应该 去怎么找到一些更靠谱一些的教授 或者更好的一些项目去做 嗯 你找教授就是说 嗯 嗯 怎么给你解释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别说你要去一些餐馆吃饭对吧 啊 有10个餐馆你怎么选 选好吃的性价比高的 你怎么定义性价比高 啊 我觉得在我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 要做好吃 就可以了 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吃 在你去之前 看评价 大家去 看谷歌上的评分对吧 或者要评分对不对 对 那也就是一个餐馆 如果很多人都觉得它好吃 我就会去吃它对不对 对 那你可以这样想 如果一个老师能教出来很多本格上 都去读PhD了 那是不是一个老师not too bad 嗯 这个听懂了吗 嗯 知道了 那你知道怎么找靠谱的老师了吗 靠谱的老师 我大概知道怎么找 但是他不一定说我 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那你这是第二个问题 啊 这是第二个问题 啊 我我现在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你你理解不理解第一个问题 啊 就是说你你第一个问题 你之前是不是不知道答案 我刚才告诉你答案 还是说你之前知道答案 你吃饭解饭 就不行 我需要去看评分 但是 怎么说 也不会以那个为参考 嗯 那that's the only thing that's the only thing you can参考 好吧 那你告诉我 你没去过一个地方吃饭 你你能你能只能看评分 你能干什么 啊 就比如说 我不是收到 两个走向文要求吗 我会根据哪个更适合我一些 我会去看那个教授 好不好 我会已经能为参考 那本账也是一种看评分啊 这其实还一样的啊 啊 没有区别对吧 这只是本账就在根据一些客观评价 去design make a decision对吧 啊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餐馆 它 它不一定非常好吃 但至少你不要吃辣肚子就 嗯 嗯 能理解吗 啊可以 你做科研也一样 实际上你那是很多杂音啊 我 我 我觉得 你那是很多背景声音 有人在说话还是什么 你能找到 你没有一个快的place吗 啊 我在图书馆那里 同一区 你没有一个快的place to meet他吗 啊 我会换一个 更快的地方吧 就是你 你已经这样了 你跟老师meeting都是 背景是这样的吗 啊 差不多 我背景是什么样的 你觉得有声音吗 啊 挺好的 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觉得一个老师 你配找一个老师代言你吗 嗯 嗯 不看 你觉得第二个问题 我answer你了吗 啊 可是我今天尝试的学 给你了一个 没听我不相信 但是第二个也是讨论的 那别的学生能找到 比如说今天我是一个来面试你的老师 对吧 我还面试另外一个学生 那个学生有个块路 我肯定不会跟你做可以的 嗯 你甚至连 一个安静的房间你都找不到 我怎么跟你做科研 嗯 我跟别人meeting 我不需要听这个背景的噪音 对吧 啊 我跟前十的教授打电话 我都不需要听这个背景的噪音 啊 你自己 你自己换个脚步 你想想 你现在别人想想这个事情 对吧 确实 你想找别的老师 老师做科研 老师为啥跟你做科研呢 对不对 你甚至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去meeting 对不对 嗯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不需要找理由 你找理由没用 那别的学生为什么能找见对吧 嗯 那假设 我就我前两天跟我一个学生说 假设今天是一个pd面试 这个老师学生给你发不发offer 你在这样就操大了环境里跟他面试 他是不会给你发offer了 嗯 对吧 嗯 就是我我能理解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方来找我答疑的学生 如果是大陆来的话 他们通常来说跟我meeting的时间都是他们的晚上 他们可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你们在美国上学呢 确实也很难 对吧 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不care 我小心 但是你觉得就是说 其他跟你做科研老师会不会care这个事情 对吧 嗯 对 你首先就是说你每个人都想找好的人 做科研能想好的人共识 这很正常 那凭啥觉得别人觉得要跟你共识 那就是说 你比别人在某个地方做的好 嗯 别人觉得跟你做科研 或者跟你做很多事情 大家觉得更舒适对吧 嗯 对 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你的脑袋上现在飞着飞蛋 啊 你说咱俩能做科研吗 能做科研吗 对啊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啊 那我我跟我跟我做科研学生 如果他们 对吧 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个耳机有问题 如果是我的问题 我就立马买个信的去 换个信的店 如果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如果隔几天不换的话 我就再也不会跟这个学生meeting了 有那么多学生时候我做科研 我为什么要对吧 每天听这个背景声音呢 对不对 哦 你想的 我主要complain这个声音 原因是因为 呃 你导致有这个背景声音 导致他就会打到我的思路 很多事情 我没法给你解释清楚 所以 哦 不行 我倒不会说那个啥 我就但是就是我给你解释不清楚 属于你本账 你跟我来聊天 本账在浪费你的时间 哦 那就是现在他的他的就 你这个背景声音偶尔会出来 他会打断我说话的思路 所以我很难 嗯 concentrate 解释一些事情 那我去尝试换一个更安静一点地方 就在附近 对 你可以找找一个换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可以发个立心的领域给你 嗯 你看这个明星关了 我可以发个新的领域给你 嗯好 嗯拜拜